今天是清冰箱的挑戰 我們決定要來把冰箱的食材全部都消化完畢 通常禮拜五都是我們的清冰箱日 大家知道我有計劃一週泰蘭的習慣嗎? 所以通常剩下來的食材都是一些分量比較大的 就一整盒裡面可能有五六顆的 像是番茄、紅蘿蔔這類的蔬果 那剛好我們今天要來清冰箱 我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們都有吃些什麼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冰箱到底剩下什麼食材 那我們就開始 首先呢我要把這個洋蔥分成兩份 一份給蔬菜煎餅 一份給我的炒烏龍麵 我們今天要做的三道呢 是肉醬炒烏龍麵 鮪魚拌豆腐 最後一個是菜煎餅 就是把冰箱有的蔬菜跟一些剩菜都把它切一切 然後做成煎餅 把它切成細末 先把它放到一點備用 然後再來是番茄的部分我們也把它切成小丁 切小丁 這種番茄啊或是一些蔬果類的 原本就預計說可能要放比較久的話 那你就要挑選它的果實本來就是比較深的 這樣它可以放的比較久 然後如果是買散裝的啊 記得就是要挑它的地沒有捲曲的 有一些超商啊 他們就是放那個番茄的盒子 它通常地頭都會往下嘛 所以你要把它翻過來 稍微檢視一下番茄的狀態 切成小丁狀態 把它跟剛剛我們洋蔥放在一起 接下來呢這個紅洗菇的部分 我們把它去除根部 今天這個紅蘿蔔我也想要分成兩道菜煎餅 我也想用另外一個我想要打碎做成肉醬 如果加了紅蘿蔔的話 肉醬吃起來會比較清甜 而且因為有些人不太敢吃紅蘿蔔嘛 這樣處理的話 其實紅蘿蔔它只剩下甜味 那個蘿蔔的生味就已經都拿掉了 大概以三分之一做成煎餅 剩下我把它膠打成紅蘿蔔泥 我們先把它切小塊 等一下直接用調理機打會比較快 然後我們把紅蘿蔔放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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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台還不錯 就是它可以把就是 這種東西打得非常細 我們先把紅蘿蔔先把它 立出來 先定置在旁邊備用 我們現在接著要來打絞肉 把我們的肉片加進來 如果家裡本來就有絞肉的話 用家裡有的絞肉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吃下的是肉片嘛 加上其實如果在外面 直接買現成絞肉的話 會比較 它的油脂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通常會選擇自己打 好像這樣應該就差不多了 我們沒有要打得非常細碎 還是保留一些口感 麵的備料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就是煎餅 蔬菜煎餅的備料 蔬菜煎餅的話 我們當然今天就是 運用冰箱剩下的一些蔬菜 我今天會用 氣泡水做一個麵糊 我之前也有用啤酒做過麵糊 效果也還不錯 還有這個甜椒 甜椒是我們就是 也都是之前用神的 那如果是像這種 就是用一半的水 可以用保鮮膜把它包好 裡面的籽都去除乾淨 然後把它包好 也可以像我一樣 就放在真空的保鮮盒裡面 這樣保存的偏數可能可以比較長 旁邊白白的地方先都切除掉 好然後一樣 我們把它靜置在旁邊備用 最後是玉米筍的部分 好這些就是蔬菜的部分 然後接著我們要來準備麵糊 今天的話我們準備了 大概200克的麵粉 把我們的氣泡水加下來 大概也是200克左右 然後我們要打入一顆雞蛋 加入鹽巴跟胡椒調整一下 把麵糊攪拌均勻 然後再把蔬菜加下來 這樣的話它可以拌得比較均勻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剛剛我們切好的蔬菜 都加下來了 洋蔥 紅蘿蔔 玉米筍跟甜椒 好像這樣就差不多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靜置備用 那最後一道菜的備量呢 你會先需要切一下青蔥 那青蔥的部分呢 你可以用調子機打沉默 也可以像我養手切都可以 放鹽鮪魚的食譜 我其實已經分享過很多次了 其實它搭配豆腐也蠻不錯的 現在我們就是要進行開火的部分了 那首先呢我們要來做煎餅 鍋子裡面加一點點油 鍋子要稍微熱一點 再把我們的麵糊夾下來 這樣它才會比較脆 差不多像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麵糊不能太厚 現在像這樣就可以看到 表面上就已經開始出現 就是小口洞 這樣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把它翻面張過來 翻的時候 如果就沒有把握的話 可以用盤子子 如果油比較多的話 它黏色會比較漂亮 然後口感也會比較好 好然後像這樣差不多 把它煎到兩面酥脆就可以了 點鍋 我來做一個油比較多的 會長什麼樣子給你們看 我們把剩下的麵糊都加下來 那等一下我們煎完煎餅之後 我們就不起鍋 等一下就直接做下一道炒麵 對於一般家庭來說 這樣可能也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就不需要一直清洗鍋 或是換鍋子 表面稍微比較多氣泡了 就可以稍微把它翻過來 你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是油比較多的話 它的表面會比較漂亮 然後會比較像是 油炸的那種顏色 但因為我們平常自己在家 並沒有嘴裡說說要很酥脆 或是口感要很好 所以我們通常就不會嚇到這麵糊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來炒肉麵 攪好的絞肉加進來 如果加入一些菇類 或是做一些蔬菜 其實就可以減少絞肉的苦用量 整到看起來就 整到就比較不會那麼油膩 把絞肉啊它的水分都炒乾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放入 剛剛用比較大的紅蘿蔔蔔 加進來 我今天紅蘿蔔的份量蠻多的 因為我們的冰箱剛好是生意生 稍微拌炒一下就可以了 剛剛的紅玉菇 一起放進來 把紅玉菇擦軟之後就可以把 番茄跟羊頭一起放進來 拌炒 然後我們加一些黑胡椒調味 我自己的習慣是黑胡椒可以稍微加多一些 炒到差不多像這樣 就番茄已經都糊化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加一些味噌進來 把它攪拌均勻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烏龍麵加下來了 烏龍麵是不需要解凍的 但因為我們拍攝的時間關係 所以它已經解凍了 直接把它加進來 這種冷凍烏龍麵它是熟麵 所以只要把它軟 煮開就可以了 差不多像這樣就可以囉 好 現在就可以把我們的麵盛出來了 好的 接著我們要來炒一下蔥油 鍋裡面加入大概兩大匙的油 然後把我們剛剛貼的蔥加下來 炒到差不多像這樣 就是把蔥香味都炒出來 我決定要煎在鍋子裡拌 這樣可以燒洗一個碗 然後鹽巴 全部拌勻 今天用的鮪魚罐頭是水煮鮪魚 我們之前都用油漬鮪魚 兩種鮪魚都可以 但是就是都要把油分跟水分都瀝乾淨 然後我們現在來準備處理一下豆腐 用鹽水稍微燙過就可以了 那水滾了我們就加一些鹽巴進去 然後就可以把我們的豆腐放下來了 豆腐我是用這樣挖的 就比較不規則的形狀 把它瀝乾水分 最後我就把我們剛剛炒好的鮪魚醬 把它淋上來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煎餅的醬汁 那醬汁的話我會用 加一點醬汁 加一點醬油 蒜泥跟蜂蜜 調成一點甜甜 然後鹹鹹醬汁 等一下再淋在煎餅上而刻意 好 那我們今天晚餐的三道菜就完成了 這道蔬菜煎餅非常簡單 是消滅蔬菜很好的辦法 把蔬菜切絲和麵糊拌在一起 就可以變成很好吃的煎餅了 製作的方法非常簡單 而且也非常好吃 接下來這道鮪魚拌豆腐 晚餐如果不想要吃的太有負擔的話 也可以嘗試這種做法 最後這道鮪魚麵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食 我們把紅蘿蔔打成細末狀 放到醬汁裡面 會讓醬汁多了蔬菜的甜味 不敢吃紅蘿蔔的人也可以試試看 希望大家還喜歡我們這一次的企劃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好 500克 很不錯 對 OK 好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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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